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固承以上的家长仍然是用体罚来管教孩子 因此今年儿福联盟橘丝带儿童保护运动 特别邀请网红 那对夫妻的爸爸King和女儿妮妮一起来分享亲子的相处之道 并首次推出了VR沉浸式教养体验影片 让父母与孩子可以换位选择体验彼此的心情 练习正向的教养方法 橘丝带儿保运动 爱孩子临报力 儿福联盟推动橘丝带儿童保护运动 迈入第12个年头 呼吁家长们停止用体罚的方式管教孩子 练习使用有效的正向教养策略 今年儿福联盟特别邀请网红 那对夫妻爸爸Kim和女儿妮妮 分享亲子相处之道 其实我像我跟妮妮的孩子之间的沟通 我们觉得难免其实有时候遇到突发状况 其实父母跟孩子的情绪上都一定会有突然的高涨 那我举例像可能妮妮可能一开始结束小学 那功课就开始科医压力变得很多 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孩子可能这一题不懂 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为什么不会 但当下的我就会换位思考 想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小说也不会 所以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学习 那学习才会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阶段 就会很容易造成的父母情绪真的不是太好 那通常这时候呢 我刚刚看到妮妮可能她已经开始觉得 有点不耐烦了 或已经有点无奈了 我们就会停止写功课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可能去公园走一走 我们去公园吹个泡泡 或去公园骑个脚踏车 然后再回来写作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换一个场地 换一个空间 大家感受到情绪的释放 释放回来 我们再来完成这个作业 那如果说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就会说 那我交个甜点 我们吃个小点心 那点心时间 那吃点心可能 小朋友的心情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好嘛 那再回来学习 其实我们在一起慢慢沟通的情况下 慢慢把它学会 这个时候父母其实也已经有冷静起了 我觉得再回来 他的情绪就不会一直停留在 当下的那种高涨的情绪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自己是用这种方法 去跟陪伴孩子再学习这一块 如果今天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 我通常是回到家之前 其实我们要自己消化完 那怎么消化呢 其实大人也可以去公园 我们回到家之前 可能去公园散散步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开车 下班开车 我们可能会在车上 先冷静 听个音乐 让自己的情绪先 回复到一个比较 因为毕竟回到家 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不应该把工作的情绪 带回到家里 所以我是觉得 我个人都会在 把回家前的工作情绪都放掉 那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 而福联盟也指出 今年进行一项调查发现 有六成以上家长 仍用体罚烂骂管教孩子 呼吁家长能了解体罚 对儿童身心健康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这次调查的数据 发现说有六成多的家长 他会用体罚的方式 来教养孩子 那其实也有六成多的表示 他们会用言语暴力的方式 包括威胁他 譬如说 你再这样我就打你 之类的方式来教养孩子 那其实他们的背后 都是因为他们对于教养 有一些迷思 可能认为说 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或者是认为 这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可是从儿盟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关心局时代 大概已经有十几年 我们的调查发现说 其实这些体罚的行为 都会造成孩子 一来有负向的心理 他可能感觉到愤怒 或是不开心 那他的教养效果 其实并没有很好 此外 长期的话 也会造成他们的自尊心 比较低落 或者是暴力行为比较严重 那国际上也都是这样子的 一个调查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体罚对孩子来说 长远是很不利的 其实我们要看到 体罚对孩子长远的不利影响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 陪伴家长用正向教养的方式 来面对教养孩子的相关问题 那立法的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目前民法 其实是有明确的说 家长是有惩戒权 那国际委员也是建议要 拿取消这一条 那由于这个 其实依照这种人权公约 就是一切形式的暴力 都不应该发生在孩子身上 为了让更多爸妈 能感同身受 打骂或是体罚孩子的时候 孩子身心受创的感觉 儿蒙也首次推出 VR沉浸式教养体验影片 民众只要进入局四代活动官网 就可以选择用大人 或是小朋友的视角 进行亲子情境的体验 没有 其实我觉得 那个最后面 最后面那个爸爸 已经模糊了 就好像代表 孩子内心的那恐惧 已经根本也不知道 到底自己做了什么 只知道说爸爸 好像已经变成一个 变了另外一个人 对 真的蛮可怕的 好 很感谢Kim跟你 你刚才透过那个换位思考 换位选择的这个角度 来透过你们自己 亲身的体验 其实我们期待 更多的家长 然后可能跟你的孩子 也许可以一起在家里面 不管是有VR设备 你们可以选择VR版本 没有VR设备 大家可以一起看影片 去体验那个孩子的角度 刚才你 你的体验爸爸的角度这样子 然后Kim体验了孩子 很恐惧的这个角度 其实是我们期待 大家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 就像你们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 因为体验完之后 之后如果有这样子 可能的 以往会这样子的家长 就可以去想象 这个体验的过程中 自己是孩子的心态 对 这就真的一个很棒的 换位思考的一个影片 然后也很期待 也许这一个影片 也可以促成大家开始 去做正向沟通的 一个很好的美界 那这一次我们 其实我们已经推动 橘四代就是爱孩子 林暴力的活动 已经有十几年 那今年呢 特别推出一个VR的影片 那主要是希望家长跟孩子 可以练习换位思考 我们会有换位的选择 那期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影片 帮助大家换个视角 看看不同的角色 到底要怎么选择 一个好的相处方法 那同时我们也欢迎家长 如果有任何这样的问题 可以打我们免付费的这样专线 儿福联盟鼓励家长们 开启对话 练习使用有效的正向教养策略 也呼吁政府和立法机关 能积极推动在法律层面 保护儿童不受体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为了要帮助洛舍 是要获得温饱 儿福联盟携手爱新企业 推出了代代相传 爱延续幸福爱公益 提代义卖活动 邀请艺人夏宇欣 担任爱新大使 号召民众认购公益提代 义卖所得将全数捐给儿福联盟 作为弱势儿少的脱困基金 艺人夏宇欣和小朋友 一起制作爱新便当 只见小朋友大把抓起 牛肉排骨和配菜 将便当塞满满 上市要让弱势儿少吃饱饱 为了帮助弱势儿少获得温饱 儿福联盟携手爱新企业 推出代代相传爱延续 幸福爱公益提代义卖活动 并且邀请艺人夏宇欣担任爱新大使 号召民众认购公益提代 刚好趁这个机会呢 我们还可以做爱新 然后我们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之外 刚才用一个很优惠的价钱多棒啊 好赞喔 真的是一举三得啦 帮助小朋友 然后获得一个环保的购物袋 还可以以这个优惠的餐券 来吃吃三香巧服 吃吃三香鲜无洞 真的耶 我会进厨房 但是可能就是厨艺不太佳就是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呢 只要有爱都可以完成的 哦 了解 有爱天下无难事 你只要心中有爱 不管是对男朋友的爱 对家人的爱 对大朋友小朋友的爱 只要有爱 什么事情都可以的 那你最擅长的一道料理是 暗黑界的料理吗 不要这样 我很会煮意大利面哦 是哦 嗯 还蛮厉害的 哦 厉害的好不好 很会很会料理 意大利面是不是 对 是还蛮强的啦 就只有这一个 就只有这一个 专攻一下 我会非常努力的 是 就在我的Facebook在IG 然后会号召我的亲朋好友 艺人朋友 粉丝朋友 全部一起来响应这个公益 就是疫情已经持续将近三年 然后又这一两年来 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所以就是对弱势孩子来说 就是生活 遇到蛮大的困境 那对公益的困体来说 这一两年来就是 募款也相当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次希望 透过跟企业的合作 就是让民众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做公益 那我们希望能够 目标就是疫卖将近两万个带子 然后就可以募得两百万元 那这两百万元 就是等于是两百个孩子的 一天的餐费 就是我们一天的餐费 如果以一百元 其实已经蛮低的算的话 那我们具体目标 就希望能够帮助两百个孩子 然后至少他们可以吃饱 然后维持基本的一些营养这样子 那让民众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能够来参与公益这样 其实我们儿蒙提供的服务就是我们会透过定期的家房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经济补助的部分 那儿蒙现在一年大概服务将近五千个孩子 那他们可能分布在一些偏乡 或是都市一些就是像逆境家庭的一些孩子 那我们的社工员会定期的去做家房 然后每个月提供就是定期的这个经济的补助的部分 这样子 然后像偏向我们是跟孩子学校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确保这些的经费 都会全数用在孩子的身上这样 由儿福联盟精心设计的幸福爱工艺提代 将义卖品牌小孩吉祥物 融入爱心企业的视觉意象 用童趣构图呈现出美味料理 带给人们暖胃又暖心的幸福感 那我们的社工就跟我分享一个实际服务个案的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三个小孩 那其中还有一个是过动一个发展迟缓 那原本就靠着工厂 就是每个月大概赚2万多的收入 就勉强照顾一家四口 可是在疫情下这个工作就没了 所以他就只能靠一些资源回收 或是靠打打零工就是维持生计 那我们社工去帮助他 他甚至还告诉我们社工说 社工啊我一天只能用100块这样子 然后我要养活一家三口 所以我每天就要决定 我是要吃早餐还是吃午餐还是吃晚餐这样 那这样的个案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案 其实在社会角落很多地方都有 那帮助这些弱势孩子跟弱势家庭工作 其实光靠儿子联盟是不够的 那我们非常需要像山商 或者像社会大众这样的爱心 一起来支持我们 就像这次的这个代代相传的活动 其实你只要消费这家99元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带子带回家 然后也可以具体的帮助这些弱势孩子的三餐 其实是一个CP值最高的公益的行动 那我们也可以累积这样的小额捐款 然后具体的持续的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 那现在已经接近年终岁末正是做爱心做公益的好时刻 那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就是重买一个带子 开始做起只要99元就可以把爱延续到明年延续到后年延续到永远 那三餐集团的刚刚有跟阿关聊到就是说他在偏乡易组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很乐于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到偏乡去 我们发现煮一碗面热腾腾的面给小朋友吃 他竟然会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 是一个一碗大餐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台湾还是有非常多就是弱势的小朋友 或者是家庭是需要帮助的那三餐集团今年呢 就是我们有三桑巧夫跟鲜舞洞这两个非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 全省有183个门市 那我们这次推行的就是我们的就是幸福带的公益提带 那这个提带在门市的整个这个互动底下就是非常乐络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提带的互动底下可以就是把爱传递下去 即日起到2023年1月5号到全台三商巧夫或三商鲜舞洞 不限用餐金额加购99元即可获得儿福联盟幸福爱公益提带 随带还附赠一张美食好康劝 邀请民众一起享受美食分享爱心 代代相传爱延续 IRI的飞行剧院推出了会飞的亲民上河图沉浸体验展 以最新的体感设备带领观众沿着热闹的北宋汴京天际线来飞翔 俯瞰杰领略当时的富庶与繁华 更有北宋食堂和宋代衣着打扮体验 邀请民众穿越时空感受历史魅力 观众双脚腾空进入千年前的亲民上河图 沿着最热闹的城市北宋汴京的天极线飞翔 俯瞰当时的富庶与繁华 映入眼帘的是闹市街景高档酒楼西津的虹桥等 从破晓到夜晚穿梭在北宋时空翱翔 本次的活动还蛮特别的我觉得 因为这在台湾其实蛮少见 然后从刚开始进场到 一路到现在这边上售去是最后一个环节 进场的部分其实就已经从 从最底层开始累积这个整个故事的情绪 然后在经过Preshow的时候 他整个介绍了这整部就是 我们要准备进入正片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Preshow的部分 设计的不错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带入整个情境 还有整个周边的设计 以及场景的布置都很好 然后从场景布置的方面来说的话 他带入观众的情绪 然后最后再进到Main Show主画面 看正片 然后这个球目它是蛮有包覆性的 所以我觉得以观众角度 我觉得观众应该会还蛮喜欢的 所以还蛮推荐本次的这个活动 整个场域给我的感觉很新鲜 因为它外观设计的像是一个酒楼 然后就仿佛是我们进去一间酒楼 然后从前面的那个介绍影片 就是给不仅让我对汴京 就是他们亲民上的图那个时代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得到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就是当你没有想到 原来这时候这个时代的人 跟当初那时代的人 有些在生活的方式上面是有些相近的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那当然进入到正片的时候 我会觉得整个搭乘iRide的体验 它的那个椅子在运动的方式 就是让我觉得很有新鲜感 不仅就是让我们真的进入到那个画里面去 然后跟着就像飞行一样的感觉 穿梭在画里面 这个是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方式 来体验亲民上的图 我们飞行剧院从2019年在这边 就是开幕至今 过去主要还是以各个国家飞跃为主 那因为我们公司在打造 这个所谓这个叫沉浸式的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期待就是说在不同档期 然后用不一样的影片来呈现给观众 那刚好年底我们想说 以寓教于乐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推出了千年前的这个 这幅画亲民上和图 让大家用更不一样的方式来去认识宋朝 所以我们想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 推出会飞的亲民上和图 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 就是包含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 宋朝的一些小历史 包含在宋朝那个时候 原来也有外卖也有外送 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手摇引等等 这样子一个小历史 那你可以透过这边这样 很沉浸式的这样的体验的方式 可以去认识更多宋朝的一些小知识 那我们更期待是说 民众来这边体验完以后 打开他的好奇心 然后可以自己去探寻更多一些 宋朝的一些小故事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如果可以增加一些亲子的互动的话 那这样子更棒 可以飞过原来那个时候 其实最早夜市就是出现在宋朝 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夜市 然后也会看到那时候 繁华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设施等等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飞过 亲民上和图最著名的那座桥 我们可以认识说 原来那时候的桥 它的功法就是如此的细腻 我们可以飞过那个桥 去看到那个桥 然后看到人们在那边的互动这样 除了曾经式飞行体验 居院也打造汴京大酒楼 店小二引领观众进入阁楼品尝白茶 摸索北宋美食 并认识当时独有的看盘文化 现场还提供防骨滑肤 经典穿搭让民众一秒变身 古装剧男女主角 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寓教娱乐的 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大家已经都被多媒体 这方面刺激的非常多 那故事传递的方式 已经有别于过去 从说故事 从看书 从看影片等等 已经进步到这所谓的体验 所以我们希望带给大家 能够体验到这个更深的这个感觉 然后它就好像是一个 元宇宙的方式 让大家回到千年之前 去感受那时候的一些氛围 一般来讲我们看电影 就是视觉的一个饗宴 跟听觉的一个饗宴 那其实人类的感官 其实是非常多元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 我们这个认知的世界 其实是我们的五感 去所创造出来 让你的大脑能够去感受 然后去形塑你这个世界 那电影它就是重视视觉跟听觉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五感 五感的体验都会把你打开 包含声光 色味 洞等等 你就会感觉是生力情境 在这个场域当中 目前还颇受好评 而且我们也发现 其实很多人对于来这边 装扮成古人 来这边拍照打卡的人 也非常的多 那也很多小朋友都会透过 我们准备了一些试穿的衣服 然后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做互动 我们觉得他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好玩的北宋美食文化及服装体验外 也同时为观众补充许多北宋历史知识 民众来趟体验才能了解清明上河图 原来可以被呈现的那么美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 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通负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近年来 Tuffeting的工艺热度不断攀升 价格昂贵的Tuffeting促容 为何被大众喜爱呢 而这一股热潮是不是能一直持续呢 一起来关心 近日以来 Tuffeting技术越发被大众所熟知 大家是否有听说过Tuffeting这个技术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入这项工艺的世界 Tuffeting中文翻译为促容 是源自于俄罗斯的一种技术 在早期是一种用于制作地毯的工艺 目前已逐渐成为年轻一代文青们的休闲娱乐活动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 业主们为什么会纷纷尝试这一门手艺 数换技术目前不仅用于制作地毯 也会用于制作杯垫 毛巾 背包 穿脸等各种类的毛质品 不少年轻民众就是因为这个有趣的方式 而喜欢上这个活动 对于没接触过这门工艺的民众而言 他们会想尝试吗? Tuffeting目前在台湾处于日潮期 至于Tuffeting的热度能持续多久 又或者说只是一时的热潮 让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大概在一年吧 就是到今年年底 或是了不起到明年三月 一年吧 一两年之类的 就不会断啦 可是我觉得它的市场没有那么大 它就是小众市场 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 我觉得它会长得很长 我认为很多人开始做更多的东西 当时有更多的空间 都现在发现了 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 目前还无法估计 但我们也能重重了解 喜欢艺术的人也将持续自己的热爱 希望这门手艺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记者陈巧妹 参见上台北大同区报道 民众期待已久的秋吉盛市 摄林关底局展 即将在11月25号盛大展出 以直样20为主题 精心规划了15个展区 同时串联周边的松圈特约店家 在活动期间祭出了优惠活动 并规划了9场一系列精彩的 例假日活动 邀请民众感受局展独特的魅力 同一株大力局 开出红黄白三色花朵 让民众相当惊叹 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士林关底局展 今年适逢20周年 公务局公园处 特别打造4米高的绿雕蛋糕 以及3米高的地球绿雕等特色花艺 并且精心规划15个展区 让民众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局展20周年 主题是局要20 主要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展区里面 会跟生日派对的 这样的严肃是有相关 比如说你在展区里面会有看到20的 然后也有看到生日炭糕 那整个主题里面有 15个展区里面 比如有生日派对啦 那星空派对啦 那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 我的左手边这边有一个 粉红的这个泡泡派对 那整个的元素里面 大概就是会以生日欢庆 这样子的一个的主题 来做这个整个展区的 这样子的一个围绕跟创作 那菊花除了是我们的这个 一年必要看的这个大绿菊以外呢 那我们的这个造型菊啊 也是我们的这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造型菊 从原来的这个水滴形 现在都已经发展到 比如说你有看到很多的 星形啦 菱形啦 或者是其他的 那大绿菊除了原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以外 那我们也有切花的 就是说价阶啦 应该这样价阶 有一个大绿菊里面 也有多色的这个品种 那最主要的也有这个大绿菊区 也有转动的这样子的一个 大绿菊的这个展示 那比较重要的特色是因为20年嘛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路口园区 开始到这个组组线的这个沿路 我们就把过往20年的 这样子的不管是海报 或是展区的一些经典照 把它这个取决出来 然后融入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布置 这也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在大绿菊的展区 因为大绿菊是我们的主角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录制的 这个大绿菊的整个栽培的 这个解码的过程 所以在那个 我们大绿菊旁边的这样子的一个 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 大绿菊栽培的整个流程的海报 同时我们也录制了整个 这个影片来看 让大家能够持续的这个观赏 这样大绿菊的栽培过程 同时最重要特别的就是 它有实体的不同阶段的 实体的在这个大绿菊的阶段的食品 会在现场之后同步的展示 3 2 1 向右展 祝福士林官邸局展 20岁生日快乐 从2002年开始的士林官邸局展 今年特别规划 一局二时回忆长廊 以及局展时光机 带民众回顾精彩的局展20年 并且特别设立大力菊栽培展示区 让民众深入了解大力菊的成长过程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局要二时 那我想局展自从2002年 开始举办到现在为止 历经了20年的这个时间 那一直以来每年这个局展 都是我们台北市市民 甚至于是台湾各县市的这个民众 每年冬季必来这个参观的一个 必向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多年来呢 就成为我们这个公园处的这一个同仁 多年的努力把我们局展的这个规模 从过去的一个可能只是一个 当初最早只是为了这个延续 这个过去蒋中正总统 在了一个祝寿的一个仪式 一个用局的这个意义代表祝寿的这个意义 衍生出来的这个一个展览 那在发展成大力菊的 多多的这个大力菊的这个技术 这个我想都是造就了我们这个局展 二十年来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我想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有机会让这个局展延续的时候 我想他未来还有更多的二十年 需要来这一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台北市政府 在这一个园艺技术上面发相关的技术 那也谢谢长盟这一个多这个我们日本这个利坚市的这边多年的这个协助 还有我们过去还有参与的这一个像郁军向发展都是在这边举行 所以我想透过这一次我们局展的这一个举办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二十年来在台北市的原意发展的相关的一个成就 那最来还是要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另外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协办的单位 包括我们席柳 地化基金会和我们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对我们多年来的这个协助 在我们展场的这个技术 还有邀请很多知名的原意专家一起来协助我们 办理这一次的这个局展 那我想在这边也能够预祝这次的局展顺利的成功 也欢迎我们全国的这个民众都来参加我们局展的这个活动 参观我们局展的活动 那在这个冬季这边 今天的这个我想是个暖冬的时节 特别适合来我们这个士林观里走走参观一下局展 那相对的也在我们士林这边的这个商圈的活动一起来 包括我们北溢这边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士林的这一个商业商圈的活动 借由我们局展的这个一个引路 希望说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商机 局展期间也串联周边商圈特约店家推出特色商品与优惠 像是饭店业者推出局展联名的双人午茶宴 打造士林赏花品美食的一日游城 我们这次元山饭店的话配合士林观里局展20周年 特别推出了晨光暖菊的英式下午茶 那使用的话是台东的杭菊 以及台湾的纯蜂蜜 还有众多的台湾的在地食材 然后搭配我们的法式的甜点 那在到元山饭店来可以边欣赏大力菊的同时 然后享用我们的菊花的下午茶 因为这次士林观底首次的局展 首次遗失大力菊到元山饭店来摆放我们士林观底的大力菊 士林观底局展将从11月25号到12月11号登场 邀请民众前来参加秋菊盛事 体验士林观底周边不一样的吃喝玩乐风情 记者领期会议台北报道 台北佳福12月4号将举办岁末送暖的园游会 让若氏家庭感受悠闲时光 艺人黄晓柔身为三宝妈 特地担任爱心大使 呼吁大众献出爱心 对若氏家庭伸出援手 辅助他们过好年 金黄甜甜圈 是阿兴在妈妈鼓励下 克服曾被油喷的恐惧而完成的料理 而这碗粥则是四宝妈将四个孩子最喜爱的菜色 融合在一起的爱心料理 还有以糖宝宝儿子为名的滷味 用慢火炖煮出希望的养分 这些是家福基金会帮助的家庭中 参加料理比赛的菜色 每道菜都有满满爱的故事 他有一次家庭作业就是出一个 帮全家人做早餐 那我就想到这个 就简单的嘛 对 但是最简单的 结果他就自己试作 他就被油喷倒了 他油喷倒了 对 然后他就是可能心里 就会有一些记忆的创造 会因你 是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小师又出了另外一个作业 叫做米食料理 哦 对 那我们其实经过草酌 那祖哥他是一个特殊的小孩 他可能 他有一些那个 雅士多格生 那很容易会误解说 会忘记 老师说过神 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 老师说 炒饭不行 收不行 然后有关那个 蛋糕饭也不行 那我说 天哪 这是真的吗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 对 那其实他想办法组成 他就想到那个 夜市有卖那个 小米甜甜圈 他真的很有生意头脑 然后我们就 其实我们就做完讨论 我们就去上网找资料 因为也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开始玩面穿 那他们很 很享受在那个 塑形的时候 而且这个真的 不会再爆油了 那个不知道 然后 塑形那哥哥就会做一些 星星形状啊 好几个圈圈啊 什么的 然后去玩 啊 之后呢 等到那个 要油炸的时候 糟糕 那看到他就跑掉 都会紧张 下次都会撑到 对 那看到这么大 一波油 他就开始害怕 嗯 那他就大喊他不要 那我就说 那没关系 那你就在旁边看 是 对 那我也教他一些 因为厨房的姿势 他会油喷是会 有水 对 那你可能夹子啊 或是你的多产 所以都不能有水 那我也教他 他那个厨房的一些 看前姿势 那 诶 示范一次给他 他 我就觉得他 开始 有那个 沉沉移动 我就让他自己来 比较有信心了 对 我就让他自己来 然后我很感谢就是 他的那个 成长的突破 就是吃宝妈的孩子啊 然后 因为每次 因为有前面两个孩子 就是下次我才会见到他们 所以他们见到妈妈 之后就会讨说要吃粥 然后姐姐他会觉得说 他不想要太多 杂的味 的那个料理 然后 就变成我们这 想了一个 自己俗家的料理 就是 这个孩子 最喜欢的 其中一个食物 然后我就把它 换在一起煮 然后就是 里面有这个孩子最爱的鲜奶 然后还有虾子 然后皮蛋 跟面筋 然后这些 我们在组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孩子一起参与 然后 像小朋友会帮忙剥虾子 然后去皮蛋啊 蛋壳啊 雖然 没有很完整漂亮 但是就是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对 然后就是 里面会充满了就是 对妈妈的一种怀念 然后一种 就是念的感觉 然后就是里面会有 妈妈满满的爱 对 你哥哥饿了齁 哥哥本来说 真饿了 在五年前的时候 是我生出这个唐宝宝 那那个时候的我 是 越从越南来 也没有什么幸福朋友 我也背着他 就是把工作也没办法做 那 那时候的我 我就想着 就是说 就是我 就是我 那个受救人生 在低谷中 我根本看不到未来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送福他去 本来 带孩子是很辛苦的 那这个孩子 更让我看不到未来 我人生生的在低谷的时候 我就有一天晚上 我就去河边 本来就想一聊谈的带孩子 那在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今儿子 看毛毛鱼的天气 而且那个瘦大 稍微多一点多 那我大儿子 就一直跟着我 我背后 我就默默的跟着我 一直走到我们儿庭 那 我儿子说 其实我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知道他心中 是 其实他是害怕 只是说 妈妈走 他就跟着走 那到时候 我就告诉他一句话 说 那我们生活 就没办法过下去了 嗯 我们直接到河里去做好了 那我儿子立刻 就拉着我 拉着 就说 慢慢 不可以 不要这样 我们找不到工作 我们家没有钱 我 酥 可以不用煮 你卤味很好吃 那么我们试着去卖卤味 然后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可以吗 我回头问他 我可以吗 他说可以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所以呢 我们卤味呢 就许叫乐保 卤味 是我儿子叫乐保 很多的家庭会说 就算给我锅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煮啊 我们说 不难不难 真的 所有的家庭都有办法 自己来创作他们的料理 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家庭 一千两户家里面 来找 有没有人想要来比赛 来想要做给大家看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料理的比赛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独家的味道 每个家庭都为了这个故事 为了这个料理 说了一个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像我们这次其实最感动的 其实是那个 我觉得我比较感动的应该是四宝妈 因为她的四个孩子分别都有 自己所不喜欢 所喜欢的东西 那妈妈就是 也不知道该怎么分她的爱 那干脆把爱都把它mix在一起好了 所以她就让孩子 可以各自选他们最喜欢的食材 放到那个粥里头去 那变成一个非常暖心 非常有爱的一个料理 所以我们想要告诉家庭说 没关系拿到锅子之后 其实只要是家人一起创作的 都是好料理 所以不用太担心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 幸福的一个暖心的料理出现 担任基金会爱心大使的艺人黄小柔 也迫不及待品尝料理直呼 好好吃 并对三个家庭的料理很有共鸣 她呼吁大家支持基金会 岁末将举办的圆游会活动 让这些弱势家庭孩子 都能拥有独特的欢乐时光 同时募集多功能料理锅的款项 让他们能持续在家煮出幸福滋味 我家小朋友 我的小孩都不会陪我做 我的小孩每次陪我家 妈妈有没有礼物 妈妈有没有帮帮糖 但我每次只要跟她想说 可不可以帮妈妈做 人就不见了 你们好棒喔 掌声鼓励给你们 好厉害 我回去跟我哥哥姐姐的文讲 把影片给她看 她都那么认真 还会做这么多的料理 很厉害 对啊 我比较感动的是说 我觉得刚刚特别提到勇气 我觉得不管 现在大家是处于在什么样的状况 愿意往前那一步的勇气很重要 不要说弱势传敌 包括连我自己 我也在努力前进 也需要很多勇气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这个园会比较特别是 我们并不是对外的 我们是我们这一千两百户的家庭 我们一起要来同乐的一个圆游会 所以我们的圆会是要很早之前开始筹划 那圆游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摊位 那些摊位呢都是爱心的摊位 所有的家庭手上都会有十张的点券 这十张的点券 他们可以随意去换他们想要换的礼物 去玩他们想要玩的游戏 所以小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办成功 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失望 今年我们很想很想把它办成 可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捐款没有到那么的 如我们所预期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担心 这个圆游会会不会 没办法成功 但没关系 我想今天的记者会 会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那在圆游会结束的时候 家长还有一个期待 就是他们希望可以带着爱心的福袋回家 那这福袋里面呢 我们今年帮他们挑选的就是 多功能料理锅 为什么是多功能料理锅呢 是因为家庭们 因为疫情的关系 开始会自己煮东西 可是才发现他们的锅具 其实没有那么的适用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今年可以募多功能料理锅 让他们可以回家 做出他们自己的独家料理 所以现在很需要大家 帮我们走最后这一里路 让我们的募款可以顺利的打标 那一千百百户的家庭 他们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 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单亲的家庭 或隔代教养的家庭 那就像今天记者会 你们所看到的 有些人他们要照顾一些 比较需要照顾的唐宝宝 或者是家里有些人 有些生病的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每年都很期待 说到一个过年前 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年 那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家的爱心汇集起来 那透过圆游会的方式 让他们全家都可以出来 走走逛逛 疫情期间大家都闷坏了 来走走逛逛 那带着暖心腹带 回家 过一个幸福的年 疫情带来的冲击 正慢慢复原 家福期盼大众 仍能帮助弱实家庭 体验亲自共有的喜悦 扩大善的涟漪 响应国际儿童人权日 台北市教育局推广 月经平权和友善校园的理念 特别发表了两款可爱的LINE贴图 欢迎民众面费下载 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肚子痛死了 不要吵我 你是不是月经来了 要不要我给你卫生棉 还是帮你装热水 噢不要那么大声啊 我想快点 所以她的时间要到了 诶 月经来肚子不舒服啊 对啊 我刚刚还问她 要不要冲热水 还给她卫生棉 噢你们两个可爱 不要这么大声啊 全世界都是我们这个来的 超丢脸的 这样有很丢脸吗 月经来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吗 像我妈还都 还常常叫我去超市 帮我煎买卫生棉呢 诶 王小明 你现在是包装热水 改装卫生棉呢 你月经来了吗 哈哈哈哈 那有张这些不要这样 拿车给我用的 你月经来了 哈哈哈哈 笑屁啦 月经来又怎样 诶 不想会 这个给我 看到没 这才是健康的心态 像你们这种觉得好笑的 觉得丢脸的 都太怒了啦 张欣欣 如果你月经来了 我也可以帮你拿卫生棉装热水 不用啦 我自己会处理好 那你以后也不要再把垃圾放进我书包里了 没错 不然我们就会帮她打 1953 反霸脸专线哦 好啦 我知道了 诶 王小明 那片卫生棉先借我好不好 我月经来 哦 王小明 你要借她吗 我们学校女侧都有准备啊 社会卫生部长的我 都一定要去立即补充的啦 哇 原来如此啊 也太方便 太棒了吧 彭莱国小小朋友透过话剧表演 传达正向看待月经 以及来就来 无所谓的精神 台北市教育局 选在国际儿童人权日前夕 推出两款共八张赖贴图 供民众免费下载 其中四张人物贴图 以月经平权为主题 传递温暖问候 或表达女孩的无畏自信 另外四张友善校园贴图 则是鼓励学生遭受 或发现校园霸凌时 要勇敢说出来 我们想很多啦 怎么样来倡议来推广 那大家 我们教育伙伴们觉得说 如果可以透过大家喜爱的 大家的贴图 那可能会 大家会一起 集气一起来大力推广 所以这也是大家 这个脑力忌惮所推广出来 因为过去也只能想到 要不要送笔啊 铅笔啊 送一些孩子常用的文具 不过大家觉得说 还是用赖贴图 也许会比较 这比较可爱一点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一笑一乐 让大家共同来倡议 来执行月经平权 大概是这样 因为要配合这个 这个类贴图是 每个礼拜二 才可以来推广出去嘛 所以只要透过 我们在十一月二十二号 那只要透过这个 类里面的关键字 比如说反霸凌 月经平权 这关键字搜索 就可以去免费 来下载这个贴图 那这个反霸凌的有四种 那月经平权也有四种 总共有八张的贴图啊 那我们希望这个小朋友能够 小朋友能够喜欢 尤其国中的男女生能够喜爱 我觉得连大人都会喜爱 台北市自一百一十一年三月起 创全国之先 全面提供三万名国中女性学生 每人每月可兑换免费生理用品 明年起更率先向下扎根 将在国小高年级全面实施 补助五六年级的两万名女学生 我们这个把生理用品 那女生的生理用品 往下延伸到小学 那最主要是要来推广这个月经评权 那过去为什么会先示范国中 全面推广国中 因为大部分的月经的这个 花生的在国中的比例比较高 大概99%以上 那因为小学生啊 可能大概平均是会落在 十一岁到四个月之间 那所以我们记得说 第一次在推广的时候 我们希望先从国中补县病 比较高来推广 那现在大家记得说 这个观念跟价值呢 还有是执行面已经到了水道去程 所以我们就往下延伸小学 那但是呢我们还是锁定这个五六年级 那如果说有出京 可能四年级就来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 可能他用个案的方式 比如说健康中心啊 来做一些特别的个案的协助 那最主要我们现在 比如说国中现在目前在推动 从今年的三月开始推动呢 那我们是在国一国二国三啊 他们是一个月呢 可以使用大概两张的这个使用券 这就是这个生理用品的这个使用券 大概折耳大概两百块左右 那现在目前在乃尔夫啊 这个超商特别的厂商呢 是有十一种的品项可以让他做选择啦 那所以基本上 当然这是一个 就是提供给一个免费的生理用品 那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积极意识 要来倡导所谓的液晶品权 也就是说透过这样一个 来让校园里面去重视说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希望这个女生呢 或是男生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很自然 像呼吸啊喝水那样自然 友善校园系列贴图 将于11月22号上架 民众可置LINE贴图小铺 搜寻月经平权或反霸凌 即可免费下载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图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团关心您 证明国中的理化课程使用5G通讯搭配VR 由网主任撰写教案再由研发团队转化为VR教材 让学生边学边玩课堂变得好有趣 面对5G通讯的新时代 该如何应用于教学现场呢? 证明国中的理化课程使用5G通讯搭配VR 让学生边学边玩 让课堂变得好热闹 证明国中为5G新科技学习示范学校之一 以自然领域为基础 结合校本课程发展 计划由教育部建制的VR教材库 教育大师级入门 展开了证明国中导陆应用VR教材的历程 再加上海大资工徐玉生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 以思理实境制作VR练工房 化学元素历险剂 学习物质的基本结构 以延展实境制作特征方程式 学习人工智慧 将这两项研发成果都将提供给正兵国中的师生们来使用 正兵国中林世杰校长表示 学校刚导入这个VR课程 我们单纯是VR教材的使用者 但是光这个使用的部分 就占据老师很多的时间 那所幸海大苏教授的团队的进驻跟协助 透过不断的会议讨论的过程当中 然后而且是入校的协助 让老师从教材的安装跟使用 都能够进入加进 然后让整个教学的效能 跟备课的这个效率都能提高 海大与正兵国中研发的课程 取名为练工房 化学元素历险计 先由正兵国中王妙涵主任 负责撰写教案 再由研发团队转化成为VR教材 教材以国中八年级的理化 物质的基本结构作为开发主题 VR教材将原先的课程内容加深加广 除了能操作现实中不易操作的实验 增加学生的体验 启发学生的研究精神之外 亦能透过游戏 剧情等互动方式 引导学生完成指定学习任务 以提升理化的有趣性 参与课程的学生说道 上课的时候可能只会看影片 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会比一般上课还比较好玩 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把实验过程都呈现出来 课程方程式其概念为提升 学生对人工智慧的概念 希望透过AI教具 为学生提供高呼动性的虚拟学习环境 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给予纯净师的体验 藉此提升学生 愿意主动接触人工智慧科技的意愿 海大资工苏玉生教授表示 这次来真名国中研发了一个绿亚的理化教材 透过学生的体验之后 学生感觉到他会透过游戏的方式觉得很新奇 然后对化学反应的部分 比透过影片看到的结果还要效果还要显著的方式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有开发特征方程式的人工智慧的教具 那这个部分的话 未来也是会在国中这边的话 做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推广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元宇宙虚拟化的实际的技术的部分 然后让国中的老师们 还有学生们可以有一些对食物的一些体验 然后学到化学跟人工智慧一些相关的概念 海大资工团队以丰沛的VR科技研发能量 转移郑兵国中老师的教案 在医教学现场学生的体验过后 却加以修正优化 这正是大手西小手理论与实物结合的最佳写照 郑兵VR电工团在 公民记者郑文沛 陈俊祥 机动室中正区采访报导 111学年度 机动室学生音乐比赛 在继乡土歌谣比赛一连五天 乘机出炉 各校团队及学生超过千人摩拳擦掌 争取参加全国赛 灰别疫情学生音乐比赛重灯基勇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各人及团体组共计1468人 各校音乐好手同台较劲 展现比余生更澎湃的声音 秀出最好的自己 梨显古国全争猬 徐山菲佳 沙碧red along cloud 这是《彩目瞎向原音乐7》 拿下試賽冠軍 將前進全國賽 另外基隆高中 私足室內樂合奏 團隊配合默契絕佳 精彩表演 震撼全場 一樣代表基隆出戰全國賽 一年一度的音樂 跟私生的鄉土歌要比賽 又回來了 委屈了兩年 我們終於又回到演藝廳 那私生都非常的開心 因為過去兩年 我們都在各個學校的小演藝廳 去進行比賽 那今年可以再回到 高規的演藝廳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今年因為疫情比較趨緩了 所以我們的隊伍術 跟參賽人數也都回來了 今年有高達1500位的參賽選手 那也都為了爭取最高的榮譽 可以代表基隆市去出賽 我們明年的全國的比賽 那在這邊祝福我們所有的師生 都能拿出最棒的成績 然後展現最好的自我 學生音樂比賽成績出如 各類組的第一名 共計團體組30隊 個人組29人 將代表基隆市 參加明年3月的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及4月的全國學生 鄉土歌謠比賽 祝福代表基隆市的選手們 都能玩得開心 陣線最後的自己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學習廣大的聲明 我們中家新聞的八田 歡迎大家就傳小君 從小君子 和新年齡活動 去市場 小君和平安 之後 起床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喔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 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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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